好,來看這一局啊,美能一小塊地 這一局小塊地呢,還是沒有礦的小塊地啊 我們隨機到了一個蘇軍 然後呢,直接延伸到這個陳貓貓家裡來 陳貓貓是個盟軍,他肯定守不住我們,對吧 直接一個兵銀甩過來掀出一個漏人了 我直接點了三四個漏人 你看他兵銀放在這裡,直接把兵銀偷了 偷了兵銀地堡出不來,然後走到兵銀裡面出漏人佔基地 再把他的油田給他拿過來 然後再出個漏人,出到家裡,把家裡油田一拿 你看一上來,拿了兩個油田一個基地 然後就把這個基地拖到粉色家裡來 這個粉色他不甩地堡,你甩的地堡 我們直接拖過來,然後用地堡吸收子彈 把基地一賣,他也把基地賣了,想佔油田 我直接把你油田佔過來,哎呀這個漏人差點迷路了 把他的油田一拿,然後我們就直接出重攻 這樣左右鄰居沒人對吧,旁邊還有一個紫色 那個紫色等下整他,先把這個粉色帶走 粉色非常記憨我,他又出那個兵銀 他有個兵銀,有個兵銀瘋狂出兵 我們直接把他兵銀打掉 這個小紅開局漏人還想佔我中間的油田 然後我們把牛車拖過來,把牛車拖過來守住他的兵銀 這樣他出一個兵死一個兵,看到沒有 這個兵基本上對我沒什麼威脅 然後這個紫色呢,出了一個防空車 有可能想偷我們對吧 他這裡有一道圍牆,我不好過去 不好過去我們就拐一個彎 但是他好像也有防備啊,用坦克守住這個路口啊 上面的小黃呢,你看小黃在打藍色對吧 這小黃的牛車怎麼跑到藍色家裡去了 跑到藍色家裡去,出不去了,被關起來了 然後我們出個坦克,先把圍牆打開 打開圍牆以後呢,他過來甩個地毛 搬手修一下地毛,然後把牛車拖過來啊 用坦克點殺,我是犀牛坦克,他小飛熊打不贏 往後面推的話,我們就過來偷你的重工 他把重工賣了,把重工賣了,就把他油田摸過來 把他油田摸過來,他把重工賣了 基本上就守不住了啊 然後用這個牛車呢,扛在前面,扛傷害 在他家裡甩個地毛,防止他把油田偷回去 然後我們守住這個油田啊,再用坦克打擊地 這樣呢,藍色就守不住了,對吧 哎呀,給他反偷過去了 這個對手還是可以的啊 臨時之前把油田反偷回去 然後直接自爆 現在呢,場上還有四家啊 上面還有四家 那麼我們肯定要打四家的,對吧 這邊藍色再跟小黃打 我們過來勸個架,打開圍牆 打開圍牆,直接打藍色的重工 這個藍色把重工賣了,估計要造很多兵了 他要造很多兵,我們先退回來 然後這紅色一直很調皮,出那個飛行面 我們造個防空,再點一下淡藍色 再點一下小黃,對吧 雨露金沾,每個人都摸一下 然後他們就生氣了,有可能要聯手針對我啊 這邊藍色呢,我們走過來再摸一下 藍色出了很多兵,我們打他地包 這邊淡藍色衝到中間,打我油田 我們廣塊飛黃,你這個小飛熊你還敢出來 我們再造一個維修場 把這個坦克先給他修理一下 小黃也記恨我了,大藍色也記恨我了 你看小黃衝過來打我,對吧 但是我們中間是主戰場可以甩地包 掐住你的頭,大藍色也衝過來 我們再甩一個地包,掐住你的頭 你看坦克都生了一心了 別看我只有四五個坦克 我們這裡是主戰場可以甩地包,對吧 然後家裡又刷了兩個坦克 把坦克拍過來繼續修理一下 我們要針對全場的人 然後那個藍色還有幾個兵 我們出個雷達看看是不是伊拉克 能不能造輻射兵 這一盤好像不是伊拉克,造不了輻射兵 先把坦克修成滿血 修成滿血以後呢,然後我們走過來打這個藍色 打藍色的黃色跟淡藍色就會出來,對吧 你看我一打他他就會出來 趁他出來的時候我們突然殺個回馬槍 然後那個紫色打字的 他說青色出個電線杆打掉中間的油田 那個紫色被我帶走了以後呢 他在上面說對吧 叫這個青色出電線杆 他哪裡有錢出電線杆 他造了這麼多坦克,還造了地包 他只有一個油田 估計也沒什麼錢造電線杆 等他電線杆出來 我這個基羅福都出來了 然後壓掉兵 壓掉兵以後淡藍色衝出來 淡藍色往我家裡衝 往我家裡衝 我們廣塊肥防 然後小黃打我中間的坦克 不要慌我們中間有四個地堡 躲著地堡後面 在地堡維修一下 躲著地堡後面格擋 這邊衝進來打我的這個重工 我們直接吃掉坦克 生了個三星 哎呀三星被他整死了 但是沒事啊 他們的坦克呢也死的挺多的 對吧 然後我們造兩個飛行兵 因為我們有盟軍兵 有盟軍兵 出個雷達可以造飛行兵 用飛行兵來繼續打這個藍色 你們三陰戰呂布 對吧 我們直接幹掉藍色的基地 先把藍色帶走啊 藍色他想造防空炮 直接飛行兵帶走 帶走他以後 老小黃只剩下三個坦克 沒有錢 把基地一賣 賣的基地也沒用 我們坦克多對吧 直接點殺 那邊淡藍色的也沒有錢 也把基地賣了 賣的基地可以多造幾個坦克 但是他家裡沒有防空 你看 你把重工都賣了 把重工都賣了 我們直接飛行兵過來 打你的電場 打你的兵營 他是韓國 他造了飛機 造了飛機也沒用 我們坦克比較多 直接掐住你的頭 這樣他坦克全部死光了 這樣淡藍色就守不住了 只剩下一個小紅 小紅是一個美國 跟我們上一期視頻一樣的 也是在家裡猥瑣 然後用圍牆圍住 投這個散兵防守 他這樣玩的話 只有一個油田 他很難搶得到油田 出坦克的勝率要高一點 出坦克的你容易搶到外面的油田 現在把所有的人打完了 只剩下你一個人了 你咋辦 我只要在家裡出個高科技 造個基諾夫就行了 我在等基諾夫 他在等什麼 他在等死 但是這些人一死掉了就把線 那麼現在我們只要造基諾夫就行了 坦克肯定現在進不去 我們就快進一下 快進一下 我造了一個天旗 造了一個基諾夫 他怎麼辦 他只有一個油田 他這個經濟不好 我們有三個油田對吧 然後他閃兵投到我們家 我們坦克回去防守 用這個天旗打他的兵 然後基諾夫拐進去 他只有兩個防弓 守不住 直接炸掉重弓 炸掉重弓以後 再炸基地 把他基地電線杆直接炸掉 這下他只有一個電線杆了 就守不住了 我們坦克直接可以衝進去了 然後他有一個三星防弓 哎呦這三星防弓可以 就要把我天旗整死了 還生了一個三星大兵 但是沒用啊 你這個打不贏我的犀牛坦克 我兩個三星 還有兩三個一星 直接衝進來打他的電線杆 不要打電場 他有三四個電場 直接把電線杆一打 然後再壓掉美國大兵 這樣他就守不住了對吧 所以說照圍牆圍起來出電線杆 他這個勝率要低一點 他占不到油田